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ky何英文 这一节是Arno做嘉宾 Arno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收市情况 恒生指数收报23,776点 升317点 国企指数升61点 报9,458点 大市成家有782亿 外围有很多消息 包括特朗普确诊 市场关注会否大选形势有变化 外围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港股仍然升三百多点 早上一度冲到24,000 但仍然不稳 今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北税 短期的反弹高位已经建立了 所以我又这样说 没有北税又不代表一定升起 又不是说市一定要靠北税去炒的 但是会变相有个风险 就是你这段时间没有北税 反而市升了上去 你站在北税的角度上 你放完价回来 可以出去 无端端手头上有一堆利润在手 那就take profit 所以短线反而现在会变相 你从这个角度 没有北税的角度就是讲解 当北税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个比较明显的获利回徒 你要镜的 但是你说短线 北税在讲印象下星期五 不是星期五才恢复 这段时间可以在低成交 再夹高一些股份 指数等等 有机会发生 所以后市如果极短线看法 在北税回来前的话 正面一点的 在10天线楼上 会继续向上望 但是至于有很多因素影响 其中一个是 美国大船 特朗普感染新型的冠状病毒 如何去消化 现在市场不是看得很悲观 原因就是第一方面 特朗普已经在讲 全境出远 很快就没事 可能纯粹是电视短线影响性很少 第一方面可能是这样 第二方面 对美股甚至造成一个正面帮助 因为消息上面就是在讲 特朗普感染 可能会令到 他们的新旧市方案 更加快出台 但是留意一下 这件事就是对美股的影响比较大 对港股 就算美股因为这个因素升 都不会有些太大的正面帮助 但是始终 但是去到这一刻 你看到 道指期货又在升 市场上 又不是说有个很明显的避险症 你短线夹过一阵 都有机会 但是始终要记得 夹过一阵不是代表升的 所以在策略上 我们会建议 特别港股的投资者 如果你九月头 拿了很多货 整个九月跌了这么多 手头上 蟹货相对比较多 都是趁这轮反弹 尽量去减设 我们就不是太过建议 再投放一些新资金 下去 接着加注 混淡的成本 甚至去加大自己的 profit 我们不建议这样做的 但是趁这一轮奉高减市 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这么聪明 可能九月头 整个跌浪避开了 现在手头上很少货 这类型的人 就会有条件拨拨 但是操作上 第一方面 继续炒股不炒市 都是炒以往那些强势的股份 至于指数上 就是不穿一条十天线 我觉得可以继续看好的 但是短线来说 可能你在北税先回来 看看能不能突破到24,000这些阻力位 突破到的 可以抠大约24,500这些位置做减千 但是如果过去多两天 你看到过去这两天 都上不了24,000楼上 甚至最终跌穿一条十天线的话 那就不要那么进取了 因为始终你看到今天推升的市 都是靠一些金融股 友邦、汇控这些 支持得未必说很久 所以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够再 那些新经济股有些气息 跟着好像外围那些科技股 就升上去 这个就是关键 至于这一方面来说 中性 你今天看好像金碟 有些云计算的相关股份 咖喱巴巴那些 走势上可以 但是暂时又没有看到 资金全面炒一些科技股 始终要没有北税的情况下 炒一些热炒的股份 是有一定的难度在 所以在短线上 就审慎乐观 不穿十天线的话 可以继续提升 好啊 刚才安娥提到 今天推升的大市股份 就是汇控有邦 相反 看到今天役市要跌的 吉利其实也跌得比较多 收市也看到要跌超过4% 我看到有消息就是 同系的富豪汽车 率先有一些利胆消息的冲击 大动到吉利要跌穿15元 这些关口 看到富豪汽车的电动车品牌 亦都要回收 大概是2200架车 原因是因为软件 存在一些缺失 看到吉利跌穿15元的关口位 是不是要再补回下面的烈口 似乎是要是 如果在图上收布的烈口 就要见14元 现在看图上 穿15元就应该要止蝕 如果你今天穿15元都没有止蝕 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 这些市况你不做好风险管理 你不信图表穿位 破坏力是可以很厉害的 最重要的是很难部手 这类型人如果你还在股票上 第四季我比较担心你的 所以吉利跌穿15元就应该止蝕 至于你说基本因素 现在因为富豪汽车的事件 怎么看 记得你又要做一些功课 回到7月头这段时间 剩下什么 除了说吉利是A股玫瑰上市之外 在基本因素上 这段时间也说吉利 准备推出一些新能型汽车 做到Level 4 L4 那种一些比较强大的憧憬力 你怎么做到 可能跟富豪汽车的合作 跟富豪汽车的收购合并 这些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说现阶段 富豪汽车出现 其实吉利也是持有股权 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 就是市场不会担心 现在未来吉利 未能够做到市场本身的期望 而最重要就是股价升了上力 你回归A股 实际实际还没有 即还没见到任何进一步消息 定价会不会随着股价跌下来 最后A股可能发行价12元左右 你会有这些风险因素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吉利现在穿15元 止损了 我不会建议再盲目地等它A股上市 而且市中市场 你会看到轮走势在上面 现在市场基本上 是当吉利是一种传统的汽车股 传统汽车股 你看看好像吉利 广汽这些 走势是真的偏弱的 所以你倒置到反而说 可能还有一阵调整 我想你穿15元这些位置 要理性指示 如果你要搏新能源汽车 始终现在市场都比较喜欢炒 可能是长气 或者比较敌 这些会相对比较当炒 好啊 同样受着不离消息困扰 还有就是中芯 今天都要跌超过4% 中芯也确认了 部分供应商都受着美国出口的限制 这些供应商需要拿出口的许可证 才可以向中芯继续供货 所以中芯其实都继续跌 是否暂时都未见到底 我都不敢说这些位置是否见底 有可能见底 不过不会建议大家这样去想 你讲有货的 其实都是做好风险管理 17元再穿的 我觉得其实是要止息的 因为虽然你说现在跌到 5月份那些位置 但今年升了那么多 只是讲疫情之后的起步点 差不多11元在这些位置上来 你会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在那 所以如果再穿17元 继续向下沉底 我们不会建议顾底 但是如果说半导体行业消息层面上 留意现在基本上全世界 所有做半导体的公司 大的有台积电 三星 Sony Intel 他们基本上 间间都是向美国 商务部入口 申请供货给华为 你说中芯同样地 它那些主要客户上面 一定是入口 但是问题只是美国批不批 而讲第一方面 美国在这方面的事件上 未来的转变可以很大 特朗普又不能够连任 又是一个变数 拜登上场之后的态度 又是一个变数 拜登上不了场 特朗普会不会像之前那样强硬 再是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无论为件事上面 估计太多 就算你很久也说了 我们可以预示 估计表现会非常反复 所以你还有货的 不穿17元的 你还可以看它反一反弹 同样地 如果穿17元 只蝕了 这些是不能不投行的 始终人家升了这么多 其实很多只蝕了 应该已经租了 如果看图上 这个典型浪帝雨浪的状况 由40几元跌下来 一度反弹过去32元 再跌下来 试过反弹上20元 在这种形态上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有货的 暂时策略就建议19元减持 如果穿17元 就要理性资金 再离场 好啊 最后跟Arnold也说一下 强势板块 今天看到光复股 其实都很强势 当中看到665元 萊特玻璃 其实都升了1.7元 信义光能力 都升超过6% 最近说市场的需求很旺 光复玻璃的价格又再升 这个板块是否还可以很强势呢 其实板块上 你会否继续长炒长有 我都不敢抹杀可能性 原因是股价没错 佛罗特玻璃的价格上升了很多 现在市场就近60倍PE 但问题就是业绩上 你又教足共科 现在在内地政策上 对于新能源 分布式发电的光复项上面 都基本上一面倒地静灭 即是炒到什么时候 其实真的不清楚 但是风险其实是出近来 近期说一些多征规价格 都开始回升 意味着什么 对光复玻璃来说 它们的原材料成本 其实是正在升 所以说你有货的低位卖了 当然开局罩主 我经常说 其实你第四季展望 我相信炒来炒去对股份 整个光复板块 今年年初资金 都是强势 你不会突然间转变 你要转变都要等一些消息 但是短线来说 所以有货的 当然继续放下炒 你沽了它都不知道买什么好 但是你又硬去追 譬如Florida玻璃今天升了17% 你去追的话 我就不是太建议这样做 因为这个绝博率 不会特别吸引 它就算再升上去都好 它可以在这些位置 跌回到20元这些水平 保持着升势的 还在升柜楼上 然后再升上去 所以在光复玻璃上面 策略上面都是说 封去调整才卖 这样破顶的时候 人家在吃糊 我就觉得 无论这些位置差距的下去 要买博其他东西 现在之前都说 不是太过差的 审讯乐观 你都有很多其他东西去博 其实今天除了那些光复玻璃之外 很多疫情上的消费 比如那些餐饮 甚至说国内的航空股 表现都是偏稳定的 始终说特别在餐饮方面 你看到很多数据上显示 内地的疫情过了之后 现在的黄金就好像真是back to normal 很多内需 特别像餐饮 或者体育用品 我觉得其实你还可以追 所以你说如果你硬去追 我就不一定建议选一些光复玻璃 我宁愿都是强势的 但是选一些没有升得那么夸张 像之前说的那些餐饮 或者体育用品股 我宁愿搏这些比较好 但是你说如果光复玻璃有货 我们还是建议投榨的 始终你说虽然估值是贵 但是问题 这些大行都是不断的长 你只要见到整个分布式发电 或者说市场上 仍然在这方面的看法很乐观 你说再搏它升多一两成 就有任何无可能 好啊 也谢谢Arno 和我们详细的分析 和你的新闻分 有没有持有以上的报告分 有没有持有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和Arno就聊到这里 好 好